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KX看股 今天是3月1号 2023年 今天我有一点不舒服 早上我有去 去那个Copy店那边吃了面 吃了面之后 哇 那个肚子一直卸肚子 肚子很痛 然后睡睡睡没有停了 到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肚子还在痛 然后 还是在刚才刚卸肚子了 有点blurblur这样 因为下午 休息啦 因为睡肚子 然后肚子一直在那边 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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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下子没有了 等下过一个小时后 又在那边 痛下 痛下 等下又去看医生了 做完视频先 你看到我今天视频有点怪怪 的确有点blurblur 有点blurblur 还有肚子还在痛 OK 我们看看那个股市先 看看股市看完了才去看医生 看看免救生命车 点一点点 再分享留言 OK 要开户口 试试叫CGSanby 连接在下面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 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 据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平时早上我喝了早茶才回来看股的 才回来做Facebook看看股票 通常我喝早茶通常我会去比较高级一点 就是那些阿板面店或者云吞面店 有Aircon那些比较高级一点的 有时候我就会去Coppy Tiam 因为Coppy Tiam有些东西是很好吃的 所以你知道你去天天吃那些店也吃到闲了 去Coppy Tiam 那天又去Coppy Tiam吃那个家里面又是肚子痛 今天有去Coppy Tiam吃了那个E面又是 这个还够严重我看 那天都没有 都没有睡肚子早上睡到下午 他早上睡中午就好像停了还有肚子还有痛 这个就一直在睡肚子 去看医生了顶不顺了 有点发烧了又开始有点发烧了 并且看了狗看了狗再去看医生 我们看看这个今天 刚才我录一本视频到最后那边也是哇肚子很痛 刚刚录完就要赶去厕所了 然后厕所出来要休息一下因为很累 你一天走厕所 你一天走厕所 七八次五六次七八次 当然累了 只是早上到下午了 我们看今天 OK 今天马股1450跌了1.3.99 0.274% 新加坡掉了0.132% 全部是8% 香港大反弹4.217% 我今天看youtube看到哇香港 郭富城 郑旭文 陈传贝朗 哇三个去打广告 香港政府应该是给他们去打广告 讲这个香港开放了 可以可以旅游可以回去可以去那边了 都请这几个大明星去打广告 这些大明星不会老的 尤其是画了那个 HD妆 他们叫他们HD妆 改次我都要画一画那个HD妆 不是啦 以前是HD妆 现在要画4K妆了 我的video没有到4K 录不到4K 4K 因为你要看戏才重要 我们看一下图 看下我的样子 你也不要看我的样子4K啦 哈哈哈 韩国上了0.425% 日本上了0.259% 泰国上了0.063% 菲律宾上了0.777% 中国FTSC1.365% 反弹 中国SSE上了0.998% 中国SSE上了1.108% 澳洲掉了0.094% 印尼上了0.025% OK 印度上了0.865% 0.865% 还OK啦 有点小反弹 不是太强吧 有小反弹 我们看欧洲 欧洲福西英国 英国上了0.455% 还OK 德国DEC上了0.496% OK 我们看看欧洲 欧洲这个 英国FTSC有上一点0.455% 然后这个DEC也有上0.496% 所以OK 欧洲有小反弹 所以这个 美国这点是跌 0.7% DOW JONES 0.7% 0.707% NYXC0.413% SMP0.304% 美国有点压力啦 因为美联储有些 这些 美联储的会员一开始 有些讲要上0.5% 所以有点压力 OK 中油跌1.41% 50% brand油83.87% 跌1点 原油上了77.29% 金 上了1.38% 赢了1.38% 赢了上1.21.16% 美金对马币4.46% 所以美金跌了一点 OK 我们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情绪啊 OK 今天 41 情绪 OK BUSA 上升股390 下跌股562 没有交易1887 今天3个billion交易量 1452 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盘 找盘又是跌下来 OK 一开始的时候 散户失败了 然后有买啦 集团有慢慢买一点上去啦 OK 他的动力不大啦 OK 你看上升股也 买也 下跌股也蛮多 OK 消费今天上0点 掉了0.57 全部是8% 工业 掉0.35 建筑掉0.04 科技上0.52 呃 医疗 医疗 掉0.04 啊 医疗不是医疗啊 金融 房产 上0.06 呃 运 中指 掉0.07 阿里IT rate 掉0.26 人员 上0.44 医疗 掉0.86 电讯 啊 运收 掉0.19 0.94 啊 水电gas 啊 工艺品有上0.21 啊 我们看看 啊 今天跌比较大 是这个啦 医疗产了啦 医疗跌破了这个支撑啊 看来他要跌去1452 啊 这个头肩是完蛋了 做不成啊 头肩做不成 啊 头肩完蛋了 做不成 现在咧 看来他是要跌来这个 这边有一个双底 他要跌来这个1552 1552 必须撑他 不撑他他才会继续跌 希望他能撑他 如果他能撑他咧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双底 还有一个双底 还有一个双底 希望啊 1452要撑他吧 现在这个短期 我知道 这个是应该是跌了 站不稳了 运输 运输也是啊 在这边追高了 这边高了 应该要跌下来 今天我有做这个了 我有做这个 Bajaya 成功集团 去看看啊 中午我有做这个 这个 啊 讨论一下这个 Bajaya Corporation 成功集团3395 记得去看 支持支持 记得点赞 分享留言 我们看看新闻 Orient Orient City 四个季度 呃 亏了 但他整年是赚了 我们看他整年啊 他赚了56% 320M去到500M 他的收入呢 加上了17% 3.27 去到3.83 这个不是M B 4.006% 啊 Orient 看来不能啊 要跌了 看来暂时不能 Magnum OK 万能赚大钱啊 他是啊 他整年啊 从亏2 从赚21M 上一年 去到赚100M 我把他精力最高 是238M 就是19年啊 把他有 有进步了 收入也涨了 2022年 去到2.03 上了61% 那你不通过本账了 还有那些人 还有这样多钱 买 买万能 证明那些人 人还有钱啊 还有钱啊 还有钱 买万能是真的是 爆发了 这个 玩股票 玩股票 你会看图 还有图表给你看 还有基本面给你看 你要选 怎样玩 要去买 不想不给玩啦 你喜欢玩 万能也是可以玩 还是继续费啊 都没有什么动力 GDEX OK GDEX第一次亏钱咯 整年啊 他的收入费了 8.51% 418去到383个 383个 M 他亏18个M 以前上一年是赚27 所以GDEX 暂时 暂时 不要碰他 他这边有突破 从上来 现在他这样子报告出来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 会调啦 应该会 Gep Jaya有讲啦 今天啦 今天他是亏钱啊 他两个季度来 已经亏了 第一个第二个季度 已经亏了 24个M 从上一年他是赚101 所以 不好啦 收入有涨2.05个M 去到2.33 你看中午视频啊 CAP A CAP A转推为赢啦 第四个季度他赚钱了 256个M 他的收入也涨了188% 去到2.36个M 第四个季度啦 整年呢 他的 他的这个 净利呢 是净亏啦 是低了 3个M 去到2.48个M 所以OK啦 再利益他应该可以 可以 多几年啊 可能一两年后 他可以转亏为赢啦 可以整年月季啦 整年月季 他的净利 他的收入也1.84 去到6.6个M 所以涨难多了 所以这个已经炒了的啦 所以你现在这个新闻出来已经是炒了啦 我们找到我们早已经看到了的 之前已经炒了 所以他没有费 我们等他继续下一个月季 下一个季度一个季度这样 继续报好好新闻啊 他就有机会来这些啦 红利安Bank NBP8点世界有机会啦 继续等待 啊 Risk亏钱喔 亏很多 他整年啊 亏啊 啊 啊 200多个M 227个M 充股 14个M 不要玩啊 Risk 这个是 啊 能源股啊 啊 跌了啊 QL OK QL呢 就啊 他呢比义气高啦 比阿芬 阿芬的义气高 所以阿芬给败过6.37 哦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所以阿 啊 QL啊 今天我会快一点啊 因为啊 因为肚子还在痛啦 哈哈 还在痛 KQL KQL有点高啦 有点背离 最好 我觉得不要嘴啊 他也突破通道 也许MIDF有机会啦 或者你等啦 等他突破这个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没有什么空间啊 我是觉得 暂时最好不要碰他 OK 短期可以来长期不要 Tesla来马来西亚了啦 Tesla拿到这个政府批准 可以可以进口来马来西亚 我已经见到很多 Tesla在马来西亚了 所以怎么样进来 不知道了 OK Maybank OK Maybank 711给hold call 好了 OK 给hold call 好了啊 快9000 因为他 净利跌了啊 OK 91%啊 寄到2.65 OK 我看一下 哦 我这个今天 今天有地上去又有称回上来 所以现在我看叻这个叻 嗯 这个你要看这个 哦 看这个啊 2.06 他突破2.06也许还要充 如果他们突破就比较难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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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其实是 其实是 不是扩张啊 是出水啊 啊 OK 50是他的中间 MIDF给by call DDM4Q 他的 净利上了啦 他的净利呢 从啊 这个 17到42个million 这边啊 他觉得啊 不错了 收入558 去到698 啊 我看看这个 这边 OK OK DLIM有个调整啊 这样子蛮高啦 这样子也是要小心看一下 哦 或者得到通道里买比较好啊 So MIDF有给这个啦 有给这个 啊 1.22啦 啊 还有一个目标啦 尤其他调下来比较好 MSP OK MSP净利双倍啊 赚了啦 收入 啊 半年的收入32 7到73个million 他的净利15 啊 上了288 28 24.8% 我们看MSP 再购买的 哈 可以啊 支付 大楼 你啊 比较高 也不是太讲 太超级好啦 所以他再慢慢跌了 他说暂时没有东西 给我们看看动力口啊 Sam今天Sam有点动力SAM啊 我们看看SAM 上了48% 嗯 这边再做个底 看到他突破5.0可能可以去 现在没有什么动力 D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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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正在调 可能还能还能上啦 好 窗口不大啦 上面 可能还有6块钱 这个你看他 等他 等他突破先 哦 这边有一个模式 有一个这个 突破这个起势 也许还可能 还能去 等他有机会这个 A-HELP A-HELP 可能还要飞啊 A-HELP 3块9的到了 这没有什么空间玩啊 他 这些 这些他要飞是会飞的啦 这些啊 啊 医疗啊 这些医疗版啊 啊 这些啊 医疗股 你要看啊 如果你要追是5050 因为超卖的 我是不会追啦 我在通道底这边玩啊 Sam Coaster 这个是7090啊 A-HELP A-HELP CAS再通到底 看得怎么样 啊 他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啦 没有什么大的目标 没有目标 我再通到底 如果反弹也许还能去 我们等等看 A-HELP 因为他这边在这个顶啊 他充不破啊 一直都充不破 要小心看啊 这个顶 2.58 OK 今天讲究了先 要去看医生了 明天再谈 拜拜 拜拜